这名男子是不是太过分了 有一位驾驶从台中市的中正公园地下停车场开车上来 他就看到正前方有一位男子大啦啦的走在车道上 当时车主是按了一声喇叭 希望对方能够让路 没有想到这名男子竟然停了下来 回头怒瞪驾驶 还从口袋里面疑似掏出了武器 让这个驾驶当场是吓出一声冷汗 轿车按喇叭 一名男子回过头来狠狠瞪着车主 长达至少十秒钟 同行的女子从车道的分隔岛跑过来将他拉走 男子这才缓缓地移动脚步 但眼尖还是只瞪着车主 就成这样啦 车主无奈怎么会遇上这种流氓 男子在车道上走了一小段路 还突然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次武器的物品 拿在手上示威 走向车窗似乎要找车主麻烦 当时这名男子理直气壮的大摇大摆 就从这个车道走上去 但事实上他已经违规了 依照规定他应该要从行人出入口上去 那因为我们这里的进出都是全自动电脑在管理 改善的措施来讲 我们是就是说在加强我们人员的巡逻 台中市的中正停车场 一共有六个行人出入口 但有些民众图一时方便与车争道 甚至不以为意 再次来看影片当中的这名男子 平头穿着黑色衣服 影片提供者还说他的左前臂有刺青 明明违规态度却十分嚣张 车主敢怒不敢言 加速实离现场 只不过停个车 竟然就遇上这款停车场恶霸 中文 城广 瑞川玉柔台中采访报道